午安 午安 很高興今天在這種狀態 大家還是來囉 那我就可能跟你們保持一下距離 那今天我們的這一個講師 是黎碧華老師 高雄人 他今天講的小說 這場是喜漢文學網的二場 2020年的第二場 我是喜漢文學網的戰長 那有關於黎碧華她的一些比較重要的 一些文學上的一些事蹟 我們請我們的文藻的這位同學 江玲同學來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我們歡迎她 大家好 這裡就是我簡單 給黎碧華老師做一個介紹 黎碧華老師既是詩人 又是畫家 然後在文學創作界裡有四十年之久 然後不管是在現代詩 散文或是小說上 都有很普特的表現 然後老師總以以念的文字 傳說在各個文體之間 然後以優雅從容的 為著嘈雜紛紛紛的 為著嘈雜紛亂的事件 帶來一絲甜帶與禪藝 然後老師的長編小說作品 十三名的月最美 曾入為九個文學獎 裡面 曾入為九個文學獎 然後自1982年到現在 在高雄文學館 市立圖書館等地方 也舉過多次的畫展 然後以及多次的連展 都申收一介好評 宿有南台灣幾筆能寫的話 開口說能唱這樣的 全方面藝術家的稱號 然後本次的講座 李老師將會揭露小說作品的編織與創生 分享主題、人物、場景、簡潔、結局 的創作過程 然後這邊讓我們也熱烈掌聲 歡迎李必華李老師 各位親愛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這種場合 也是非常具有紀念性 因為我這樣看過去 我只看到口罩 各位的表情喜怒哀樂 我都不知道 所以連我講的好講的不好 我都會非常的自信幫忙 因為我看不到你們鹹怒的表情 那這一次呢 因為喜漢老師她的徵兆 身為姐姐的喜漢老師的徵兆 那身為妹妹的我當然是要全力應人 所以今天準備的資料非常豐富 到今天早上還在修改我的講稿 那為什麼那麼深重呢 因為到了我們這種年紀 能夠跟各位見面的次數是 近一次少一次嘛 所以我就把我自己所知道的 知無目言言無不盡 盡量地傳達給各位喜歡文字藝術的人 書寫藝術的人 那我今天呢最主要要講的就是 就是戀著細處在真實人生建構小說廢墟 這個戀著細處這四個字 是出自法華經 他就說我們在人世間貪戀著什麼呢 我們貪戀了這個世間 那這個世間是真實的還是虛假的呢 那以佛家的觀點來講是虛假的 可是大家都很喜歡這個假 為什麼呢 因為假的東西比較美妙 真實的話就很慘了 那人生如細 明明跟你講說人生如細 這個細是人編出來的 是假的 看細的時候你哭得細花啦 要不然就笑得東倒心外移 那戀著細處 他就說我們這人的愚痴啊 就是這樣 就是一種癡迷 那在於真實的人生建構小說廢墟 這個為什麼 為什麼這一句好像有點矛盾 小說為什麼變成廢墟 那這剛剛講的人生是虛假的 為什麼說真實的人生呢 這個真實的人生建構小說廢墟 其實就是在呼應這片的細處 那所有的小說 我今天要介紹給各位的任何一篇作品 當然都是我的作品 每一篇作的裡面 這個因素 這一個圖種是絕對都有的 這個元素是絕對都有的 那好 那各位或許有一些好朋友來臨 支援我支持我 那當然還有一些新的朋友 培訓 我是新的朋友 我是忽然看到培訓 他是很認真的一個年輕人 還有一些新朋友 所以我也是稍微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誰 剛剛那個美女同學有介紹過的嗎 那這一些其實都不太重要 然後比較重要的是這一些 那這一些是我的著作 那在這一些著作裡面 我們今天會提到的三本著作 都是跟小說有關係 第一本是短篇小說 花間總問鳥聲風 這樣的一個題目 這樣的一個題目 各位會不會覺得它其實可以寫成一篇散文 不太像是小說 可是它是一篇短篇小說 那就是這一本書 跟這一本書同一個書 那這一本書當然都是我的小說短篇集 那等一下會有介紹這一本書裡面 其中的一篇小說 那第一個小說就是這個 第二個就是 佛學小說 《完十點同道生法師傳》 這個是法古三音要我寫的 那時候我是基督教徒 後來寫了這本之後就回憶了 因為那個法師 那個編輯的法師 一直提供我很多佛經 很多關於儀鬼的東西 那我慢慢地慢慢地 我讀了將近十幾二十萬字的佛學的資料之後 在一個非常巧妙的因緣之下 那就歸移了 那我沒有想到 這個歸移給我帶來那麼大的力量 在我快樂的時候 它也讓我更快樂 那在我悲傷的時候 它也支撐著我 那這樣的一個感受 在我的小說中 也可以看得到 今天我也會介紹給各位親愛的朋友 第三本是《彰花男子》 這《彰花男子》其實還算是信書 賣得最爛的一本信書 怎麼說呢 我們不是印了一千本 家裡大概還有九百九十的 賣得十的 其實我是最愛這一本 因為這裡面 就是從上面你們看到的 有詩、有文、有畫 我對人是覺得蠻精彩的 因為為什麼會出這一本那麼貴的書 而且也是《彩色印刷》內文 《彩色印刷》的原因是 那時候你們發現自己的身體狀況 並沒有想像中的好 那想說 在結束之前 整理一下自己的作品 那在那個階段 所捷景、出版的一本書 那當然對各位沒有經驗心 那對我是另外一種的意義在 那第三個我們要介紹 我的長天小說 《十森林的樂最美》 這《十森林的樂最美》 應該用你們語來念 這個怎麼回音那麼大 這個應該可以開始演唱 回聲,回音好大 回音好大 《十森林的樂最美》 《十森林的樂最美》 各位都會講 其實《月亮最美》 不是在十六 不是在十五 怎麼會就是十三呢? 《包括你妹也在蛇方的樂最美》 大半座 《十森林的樂最美》 《十森林的歌》 《希香林的歌》 还有一个名字之外,十三因为一般人接受了信仰的想法,认为十三号不止疑。 最近的十三号,我们杨老师有往生了。 那杨老师的诗,其实他的诗仅是我的课本,我自修的课本,杨牧老师的诗。 那大家因为接受了信仰的那种,哎呀好像十三是不吉利的,我为了要吸经,所以就用十三。 那你不能够是那么担保的理由,用这样的理由来做题目,所以我就把女主角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女主角的名字叫做十三。 可是人家哪有啊?人家有名字叫做十二三,还是故事里面你就必须要交代警主。 那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长篇小说嘛。 当然有那么多的空间跟时间可以去凝述说,这个女主角她这个名字的由来 等一下我们或许会也认识到,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这几本书里面的小说。 在介紹這幾本書裡面的小說的時候 我也會帶經一點我自己在寫作 尤其是寫小說上面的性格 我只有打六點 我不會打句點 所以各位如果在中途有任何的問題 隨時舉手隨時打斷我的話都沒關係 我就怕 因為我看不到你們的表情 我就怕口罩後面每一個人都會把他罵 那這樣事情就多了 所以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 馬上第一次來問 怎麼又回去了 打開掃一下 然後我們今天會有兩位麥克風小天使 就是大家好想要跟李玉保老師說點什麼 就做出一個舉手的動作 我們就會衝過去把消毒的麥克風交給大家 好 麻煩你們了 今天講的要講人物 小說馬 要講這個人物 還有動機跟情節 小說中的色香味 還有小說食物寫作 在這個食物裡面 我提到這四個面相 等一下我們細細的來講 因為戴著口罩講兩個小時 我很希望有氧氣瓶 剛剛講的要講 十三名的樂罪 那它是入圍九根的小說獎 那全球兩百二十一篇的小說 那入圍了四篇 然後他們用網路的方式我也不知道 就去網路投票 結果這一本小說是聲量最大的 那叫聲量最大的 那結果大家都說 我比定所講的 兩百萬入袋 那既然兩百萬不定的 我這個愛漂亮的 趕快去買一套漂亮的衣服 老婆也買了一套漂亮的衣服 然後租了一個很漂亮的旅館 歐斯巴洛克時期的床 沙發、窗簾等等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得獎 記者要有訪問 我總可以成這樣子 那到了現場 到現場 然後蔡思平先生 各位入圍者 往著上臺稍微引列一下 因為等一下記者要來吧 所以要上臺來走一下 那我們就挨個上去 然後就把入圍獎 獎拜給我們四個 然後好請回座 我們乖乖回座 現在宣布首獎從缺 我花的那些錢 我花的那些錢怎麼辦 你們怎麼辦 兩半 就這麼類似 那這個是小說 我今天會講的這一些 那我 各位有看到我桌上這個 這個是最新書的 雖然是去年的書 可只知道到十二月才交給我 雖然是今年最新的 而且它的題材很特殊 各位可以看到這裡 台灣新牌 新式牌劇 那這個一般的日牌漢牌 甚至現在的華文牌劇 都不太好懂 那更何況是這個新牌 那這個村女半分花半分 是它的書 好 那這一本也是我非常喜歡的 雖然我差一點被這個編輯搞死 真的差點被他搞死 眼睛也差點被他搞笑 那這一個書 就是從這裡來的 我裡面一共有100句 那這是第30句 清明 因為最近不是大家掃墓嗎 所以我就挑出來 介紹給各位 那這一段算是工商時間 那如果各位不想聽的話 可以轉彈 那更是 好 那這個清明掃墓 一半村民一半花 這一本書要怎麼欣賞呢 我們以這一首排句來講 清明掃墓的時候 通常都是怎樣的一個狀態 我們在古詩裡面 清明時節 對 雨紛紛都是會下雨 那我們要去掃墓的時候 有時候都是在山上啊 還是什麼公墓什麼的 都因為以前的霧裡面那麼好 像現在公墓都很漂亮 像公園一樣 那我們去的時候 是不是有時候都會採到那裡 那所以 就看到那個 一半村民 現在春天後 就角度有時候會在那裡發 那一半花 就是說 人死了像花飄落一樣 所以你看到的不是一整個 只是不好辦 就是一半的花 那因為這一百句 我要把它翻一張日語 我自己翻翻翻 大概用一個月的時間把它翻完了 其中翻到這一三十句的時候 一半村民一半花 用日文來念的話 它就是韓文一半一半 那它的漢字就寫成 村民半分韓文半分花半分 這個字比中文漂亮 它是漢字 日有發言 它是漢字 而且呢 因為排句 怎麼講 都是跟日本會產生連結 所以我就好 很漂亮我就用了它 那這個書 你就是從這第三十句的 一二句來的 這個 一半村民一半花 那這本書 因為它第一句跟第二句 中間要切斷 要切得很清楚 就是說 清明掃墓 之後你不能說 因為下雨 所以 地上你 你中間不能夠有 因為下雨 這樣告訴讀者 這一回事 你只能夠暗示性的 那這個是這本書 那用我今天帶了詩本來 等一下我們想老師會幫我介紹一下 那這個就是書裡面的一個我的水彩的作品 那這個京都有一個叫做詩仙堂 很漂亮的一個地方 很小的一個地方 那如果我們親愛的大陸同胞 你給個冷車進去的話 它就會塞完 那還好我們去的時候 還沒有這種現象 這是它的一個庭院 各位有沒有發現這張照片 很特殊的地方 春天 春夏 秋 楓葉跟 這個是那個 柿子 懂嗎 春夏 秋冬 在 同時 呈現出來 非常殊聖的一個 它好像是在演藝人排斷的副法 這個也是書裡面的一個照片 那好 我們連規正傳講小說 小說我們看這裡就好 小說者留 蓋出於敗觀 街坦向 到聽屠說者之所造 這很白話吧 其實這是文言文 可是一般人都看得懂 什麼叫做小說家 小說家 這一圈子的人 他們是 什麼東西啊 他們說街上聽到 在咖啡廳裡面聽到隔壁男女朋友吵架 或者這一邊 媽媽短的在說場道館 他這樣道聽屠說來 他就有辦法把它編成小說 各位認為這樣的定義 同意不同意 同意的請提手 一個兩個三個 同意啊 本來小說家都是亂掰的 但是你要掰出道理來啊 譬如說十三明的約罪 足足寫了一百年 他的時間長度寫了一百年 從二戰日據時期 一直寫寫到1945年 大戰結束 日軍從台灣要撤退回日本 慢慢的一個總盤才不時結束 足足一百年的時間 那我就從1945往上推 推了一百年 我從那個時代開始寫 那那個時代離我太遠 我還沒有一百歲嘛 那所以我就要讀很多的史料 這個男人街壇巷 我們家巷子口 真的有三個屋 六個屋 大早 他們是非常準時的那種 那有時候會聽到 有時候打小孩啊 罵小狗啊什麼的一些 還有這個 這個拜官各位知道嗎 就是雜記的官吏 雜記一些是 它並不一定是正史 它不是正史 有時候它是主觀比客觀多 所寫出來的一個歷史 那像我剛剛提到的十三名的月罪 就是拜官嘛 怎麼說呢 我雖然有史料 可是我不完全終於史料 要不然這樣沒有戲劇性 沒有戲劇性 咬到舌頭 對不起 沒有戲劇性的話 不好看 不好看怎麼會有讀者 沒有讀者怎麼去賺那兩百萬 就是沒有讀者 那小說家的定義 他這樣講 我是同意 好 那對於我的小說的解讀 我這裡要提一段這個 白頭公文 說起來就很辛酸的 一件一件故事 一件是故事 這個是 這個 葉士他老師 這邊有他的像 這邊有他的雕像 他是我們台灣文學界的一個標的 一個 他不是神級化的人 他是雙腳踩在台灣土地上的一個勞動者 他自稱他是一個勞動者 文字勞動者 那這個是他在評我的小說的時候 的評語 他幫我寫的序 那上次呢 剛好我們有一個書人朋友 問我說 有一個人不認識葉石濤 我說 我不認識 在雲端的人 我怎麼有可能去認識 他說 跟你一樣住同一個地區 你盡量不認識他 我說我真的不認識 他說好 我帶你去拜訪他 我們這一個下午就去了 去了之後到他家 我們葉老師 從頭上下來 穿了一件破破的那個 汗衫 他穿著內褲 他就跟我們就在客廳 這樣大聊特 他的口墨很飛 他那個內褲沾到他的口水 要現在的話那就不行了 飛沫成人 那神美 他就不認識他 我一開口說 老師你好 我是你父 我知道 你的修書畫畫很多 為什麼呢 因為早期 其實我是從寫小說開始的 那時候都在台南西文堡 西子文一篇畫的 幾乎是一個禮拜一篇 長短篇這樣一直寫 一直寫 大部分都是小說的部分 所以說才會有那個 最佳作者 年度最佳作者 他說 我都有看你的小說 那他怎麼 說我的小說呢 他說 他用視覺效果 這個視覺效果 應該是他的本色 沒有錯 我不會告訴你說 我現在要形容誰 可是我會描寫他的衣服 什麼顏色 什麼剪裁 什麼樣式 搭配什麼 鞋子 那形術是出這一個人 那這個就是用視覺的方式 不幾乎我的小說 都用這個手法 那這個手法 就很像我們在畫圖的時候 你如果是用工筆 線條 描得很精準 有時候描多了 就描死掉 這張圖就死掉了 可是你如果 以實際才來講 你竟然連水 把那邊稍微模糊一下 它又柔和了 它就變得漂亮 那這個是這樣 他說 你看 潘彦奧提到 潘彦奧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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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彦奧本來就是一位花家 你看 用聽覺 我也會模擬聲音 那還有 嗅覺 觸覺 為什麼這樣 因为我在写十三名的月最年的时候, 记得问我,为什么你写里面把给女人的时候那么的年轻? 我说我就是女人。 他说,可是在描写日本的种种的时候怎么会那么细腻? 有一些日本生活上的细节你怎么清楚? 我说,因为我就是日本人。 为什么? 每次我在设定一个角色的时候,就把自己投入到那个角色。 你如果不这样破除自己心理的障碍的话, 你凭什么说,写作的人是上帝? 所以说,你要全能的话,你就必须在什么形状的时候, 你就是怎么样的状态? 我曾经写过一个短篇,写一个十七岁女孩子冲锋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其实这个 我之前是一个月女孩子 她17岁 跟着爸爸从中国大陆来到台湾 她的心态是来 因为那时候 台湾跟中国大陆的船子来造起来 她爸爸是做生命的尊人很大 算是富家 又是有钱的商人 她爸爸带着她到台湾来看 这个南导风情 没想到美国那种共产党 她爸爸认为 中国大陆灾亡 她怕他们要不要两人回去 哇 好 不回事 所以她就把他们 脱点在台湾里的 木材商人 的好朋友 托他照顾 让他先回内地去处理 她的生命 出力完了 会来带她回去 结果没想到她爸又回去了 她这个朋友呢 养着一个别人家的女儿 这怎么养 越养越不失之未来 对不对 结果 她这家照了一封 她爸爸的姓 说你爸爸要我做主 把你给嫁 那么早期的时候 人家那个龟秀 大小姐也不会这么骗 这两条路可以走 一个就是你答应 要不然你就是 一头装死 不愿意的话 那她 想说 反正 无可无不可 而且台湾她也慢慢适应 我觉得台湾很漂亮 所以她就答应 结果 你又叫我来台湾 就嫁出去 嫁出去之后呢 一到南方家里 真的是乌雨防盛圆燃 那家里也是家产妄幻 那也有是有 徒人 蠻土人 都有 很好 她以为她是正宫 结果去了 世人家的姨太太 那 她越想越不对的时候 已经怀孕 那我那一篇小说 就从她怀孕 开始发现 怀孕 然后到生产 插便死于流产 然后生下来之后 自己身体搞坏了 起不了床 那她有一个病 那她有一个病 一个女龙人在服侍她 那她在那个房间的情形 我那一篇文章 我自己好像生了大病一样 三个月回不来 忘了忘了 真的回不来 真的不得了 那是 因为就是 投入了那一个前进 我要讲的只是说 这个 我们在写作的时候 你如果背景资料准备的齐全 你下底就有五神主 我那个十三年的月 最美十几万字 一个月就写了 我不是说我很会写 我只是那一个月 所以真的是有如神主 我想应该是有如鬼主 真的 每一天 每一天 如果不是 爬起来之后 就不要让我摸到锦盘 一开始摸到锦盘 那些情节 那些人物的表情 人物的那个衣服 稀稀缩缩的声音 从哪里进来 进场 从哪里退场 从哪里说了什么话 一直在我脑子里面 我的手包水 叫我一直打 一直打 你看 十万字 光修改就要两三个月 可是我一个 就这样子 我每天都不要让我去看到锦盘 看到锦盘 看到锦盘 就不由自主 要在锦盘前面 一打 但然后我想说 我不知道以前的麦生器 长到什么样子 我需要了解 因为我里面要提到 上网只要一打 什么故宫的 清朝的麦生器的石料 图片 清清楚楚 连文字都看不到 这边有找到 现在我回头去找找到 就那么神奇 但理解 背景就是要找全了 你在写的时候就很快 他说 这一个字 各位可能会念 或不会念 可是我今天早上查了他的意思 他讲的比较漂亮的话 是天生万家 就是玩文字的人 那其实如果是比较 普遍的说法的话 代表的是 是业余的 为什么业余的呢 因为他知道 因为他知道 我又写诗 又写小说 又是华国 又是什么 又是什么 所以他认为我是 各方面的 他这里又讲了 就是说 他是艺术领域中的天生玩家 其实 在小说艺术上 他显示的是 不同于二十世纪末 开玩作家的 极具特色的小说世界 真的 我写小说 我做任何事都不太想跟人家一样 好 这样才能够建议自己的特色 包括文字 包括绘画 所以我的文字不会迎合市场 我的绘画作品也都不甜蜜 就是不会迎合人家的需要 所以当然是卖不了钱 他说 在这个《花间总问娘生否》 这个里面的七篇短篇小说 从圆月柳庄元祭司 一直到在上一颗星之后 这一些里面有写通知小说 很像情色小说 有的小说形态又很类似网络文学 主题都离不开 男男女女的情色世界 如果你光看到这一段语 我是一个情色小说家 语言我的性识非常的丰富 可是我经验非常的老大 全然也是 我学佛 乍看 这一段语言跟九十年代末的 台湾作家冠言书写的世界 并没有两样 因为在那个时候 整个社会氛围的写作风气 而且那时候是美好的时代 所以呢 大家大概都是曾经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 出来的作品大概也都很相似 只是你表现的主题不太一样 主题一样只是内容表现方式不太一样 这才知道他的小说世界 所注重的并非性 而是心理 讲到这里 我那个眼泪马上就留下来 因为那天下午在叶老师家客厅的时候 他说 他就讲讲讲 结果他提到我某一篇文章里面 某一个小说人物的心理状态 我想说 在那个时候 我想说我小说写了三四年了 没有人读 没有人看懂我的小说 所以就没有市场 可是只有叶老师读出来 我设计那样的一个人物小说 所要表现的那个心理 那种感动 那种感动 我都觉得天下只有一个自己 这样能够 所以刚才他表演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动 那其实我是 因为那 我非常喜欢张爱琳 张爱琳的小说 各位知道 他用很多东西 很多细节 很多光跟你去描写 小说情节也好 描写人也好 甚至描写整个事情的变动也好 那其实我有一点点受到他的影响 所以说 可以说离笔豪的小说是心灵小说 别出心灾的纤细回尿的心灵小说 所以不是情色小说 那可是我要用情色的评论 来包裹我心灵小说的感 这是我的问题 那他最后就有说 如果容我断言 他在小说世界里追求的是美 而且光和暗混淆的朦胧之美 这些不可言重的美感 也许可以说是他七十名字 要达到的是会化的自由 就跟他说中了 真的是这样 为什么 你看 如果你不是很仔细地读过某一个作家的作品 你没有办法一针见血地说出他写作的风格 甚至格调、品味、种种 你没有办法 那这人叶老是何许人意 他就一以道众 那这个是 其实在这里 光和暗混淆的朦胧之美 我为什么会那么沉溺这种文化 就是日本人对这个东西处理得非常好 各位知道有一本书叫做《一亿正》 那本书也是很精彩 这本书是写的是日本人对于处理光跟暗的世界 空间中光跟暗 那衍生出来的人气之间的光跟暗的关系 所以也是很精彩 那这个也就是排剧最主要 我在这本排剧里面 最主要要表达的东西 那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那我们知道 这个就是《花间种问鸟生逢》 那这个是《沾花》的文字 这是我的本篇小说集 好 我们开始了 第一篇要介绍的是《草丹记》 因为这个文字很多嘛 那还不如用我叙述的 听我说故事还比较快 而且听我说 会比较快 来得容易 有味道 为什么说 因为我会把故事说得很好听 那所以说 有人批评我的文章就是 他是一个很会说故事的人 那不是废话吗 他是写小说就是在说故事啊 对不对 好 《草丹记》呢 我把大纲讲一下 故事的梗概 稍微跟各位介绍一下 最主要就是一个阿嬷 他在回谈年轻的一段事情 如此而已 那个时代背景呢 也是在1944还是1940年代 快要战争快要结束 在日式时间 那地点在那里发生呢 在我们的草屯 各自在南头有一个草屯 以前旧地名叫做草邪墩 那为什么叫草邪墩呢 因为那时候汉影要到后山 就是在东路那边去开坎 那如果中山山满的时候呢 以前的人都穿草鞋 那走到草鞋 这个草鞋轮的时候呢 就开始是上坡 就是山路了 那那个时候之前的草鞋也差不多了 所以就会在那边 换上一双新的草鞋 然后就把旧的草鞋丢在那边 就丢了一个小山坤 所以就叫草鞋 那后来就改名成草鞋 那这是他的地点 那人物呢 有很简单 刚开头 各位以为人物马上出场 其实只有一个人物出场 谁 这个阿嬷 是我们的女主角 可是这时候已经是阿嬷了 她不是美少女了 那另外一个就是她的孙子 在帮忙她的这一个 叫什么男子 我也忘了 好久没来跟我请人了 所以我也忘了 她在帮她阿嬷整理她的相容 她问阿嬷要先看哪一个 那这里呢 很日常的生活 各位有没有发现 小说的元素在哪里 在这里 有一个生锈的地方在哪里 可能这边 代表在这边 转的基转 转的基转打不开 因为药石生锈了 这个就是暗示者 她要讲的是一段旧事 药石旧了就生锈了 那其实从这里 就一个伏笔 也是提供给读者 一个线索 所以你如果看我的文章 你要像看琼瑶小姐的文章 这样轻轻松松 转转地看过去 你其实明明你就欣赏不到我自己 好 那来用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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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不用写台语 我写汉字 还是可以表达出台语的那种味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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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时候 刚刚INA 半开放状态 所以女生已经可以тя mercidores 那應該不可能通行,所以就住在海中的親戚家。 現在開始的勃起,美軍的炸彈炸下來。 那時候有人不懂歷史的,曾經講的理所當然。 很生氣的說,日本人來轟炸台灣。 當七十二日震的時候,美軍要轟炸日本人,把炸彈丟在台灣。 事實上是這樣,我爸爸還被日本的飛機給掃射, 沒辦法美國的飛機給掃射過。 那所以他就說,你怎麼不趕快叫你們回來啊? 在忙那個當中,以前通訊又沒有現在那麼方便。 而且戰爭事情,假新聞很多。 像我們現在是戰爭事情,防疫如作戰,對不對? 那各位有沒有發現假新聞很多? 因社會有狀態的時候,假新聞就很多。 所以他也沒有辦法判定說,那台中洲是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你看,這個是他的婆兄。 芙蓉都幾歲了,知道自己的名字,會順暢就好。 誰叫你要放他去讀書,這個是重男輕女。 女孩子只要認得自己的名字。 那老公做生意,會幫老公算帳、計帳就行了。 那你看,這裡就有寫了。 歷史南投廳,草邪敦,知廳,北投堡的日記。 更是磨起來,唐問可依的羅漢角。 羅漢角就是中國大陸來我們台灣打工的,單身的, 沒有寫下帶券的那個,就叫做羅漢角。 羅漢角,羅漢角。 那這個。 然後,一件有一千賞兩八十婚,一分幾婚。 以前這句,時代真的是這樣。 我阿嬤講到日本警察,不是我阿嬤,我媽啦。 講到日本警察說,因為我阿公,我媽的爸爸就是日本警察。 當然不是他那種配件的那種。 不知道有沒有配件,我都不知道。 不是警官公。 據說很兇,因為他要教你們規矩。 所以在十三明的月最美那裡面, 台中是怎樣被建設出來。 你住那個小模糊,都沒有衝衝,都很小。 光線不足,空氣流動不足。 他用粉底在你的那個泥土牆上,畫一個空光。 好,來。 你什麼時候要把這裡開一個洞當窗? 大的一個窗,讓空氣流通。 讓陽光進來。 這樣是不是比較乾淨衛生啊? 對不對? 日本,日本人是強制你這麼做。 那台中是第一個被日本以現代都市開發出來的城市。 我們現在在台中看,你開車絕對不舒服。 擔心到很多,道路很小。 就是這樣。 那可是這當時是一個很時髦的城市。 他在說話的時候,你看我沒有形容是什麼事情。 我用對白來表現。 現在才幾月就在作戰。 這個做久了。 他做久了,就放砲。 以前的砲是很大聲很嚇人的。 如果是因為年紀小,聽到那個砲聲就會覺得很大聲。 還是怎麼樣? 反正就覺得不得了的想。 他說我聽的聲音應該是砲聲。 其實是已經開始在頭帶了。 那這更不得了。 他那個工作坊是編那個草帽的。 大家吵醒那種。 下去變長。 每一個都跑掉了。 他就講了,你們不用我去問問看。 請問,你們怎麼都沒有問我說, 老師,你這個故事從哪裡聽來? 有沒有人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點頭? 有啊。 好。 有一個我特別看過。 祝我夢不周到。 真的,我會騙我發誓。 像寫那個十三年的月最美。 我真的不是在賣弄玄虛。 我是一個學活的人。 我也不能夠說什麼話。 我寫十三年的月最美的時候, 只有三個線索。 我夢到什麼呢? 夢到治哦。 不是形象。 意際。 還有一個叫做靈月仙。 雙木林。 月亮的月,仙後的仙。 清清楚楚三個字。 還有一個是軍夫。 抓去當軍夫。 我只夢到這三個東西。 然後我發展成十萬字,然後寫作過程就像我剛才講的 所以有很多我,其實像這樣的一個經驗,或許不是人人可以配得到 也或許是我背後讀了很多東西,然後他們都已經潛移默化到我的血液了 我什麼書都看了,我不是說我要寫作,我只看跟小說有關 我要寫詩,我就只讀詩論、詩學、美學、文字學、修詞學、生命學 我們不是這樣,年輕一點還會看《Pretboard》 看《讀者文哉》、《看今日世界》、《十歲》 這些雜誌,以前還有一本書叫做《文壇》 各位可能太年輕了,這些書就是看得很雜 那有一些東西,經過時間的篩檢之後 它已經沉澱,它已經入侵到你的細胞了 那在某一天的時候,它就變得崩潰給你 這個是這樣,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在臉書寫對不對? 現在很多人都是,晚上的時候八點吃飽飯了 洗好澡了,晚也洗過了 有靈感嘛,寫了一首詩馬上 然後,如果有人在哪?五個、四個一直跳 讓他們看起來很可惜 可是,你一直輸出,一直沒有輸入 你覺得如果是一個國家 這樣的一個經濟狀態是正常的嗎? 不對,對不對? 那如果是一個寫作的人 你一直消耗你所知的 你所知所學的東西 而你沒有繼續欺騙 證明在你的東西是越來越貧乏 所以我覺得,不是閱讀比寫作重要 也不是寫作比閱讀重要 有一派的人是講說,你什麼都不要管 你就是寫的 他講這樣是是是而非 可是這樣又太喘躁了 他應該有一個前緣,有一個後緣 才能夠這樣做 那最主要的呢 你如果寫作跟閱讀同等重要 我個人認為 那他後來呢 到這裡的時候 你看 耶穌上聽到真真假假的許多消息 拜託,有一個小說叫 等於是預言家耶 有時候我對於我自己的預言 我這篇小說是南投文化局他們草屯文化局吧 我忘了 他們來邀集我們寫當地的故事 那 那個時候 一個假消息都沒有的 我們社會上 都沒有流程和為的假消息啊 沒有 可是我就有一個認知就是 你在亂世的時候 絕對會有這種東西出來 絕對會有這種東西出來 那這個就是在考驗那個 那個當時的人的智慧 那大高山那邊 這裡是一個東部的一個山 現在不叫這個,這個山 這個是舊地 這有人這樣說 那有人說 其實這個山那是日本軍機的一個基地 這一個就是真的 這個基地是真的 可是證實我們正確的證 歷史的時候 證實裡面它沒有給予答案 那外觀野史裡面 野史裡面 它有 這個就是有趣的地方 然後我就把它融合起來 把它縫補 你知道嗎? 真的跟假的 把它縫補起來 那怎麼縫補 這個縫補的動作 就是你自己駕馭文字 這個邏輯 跟線索整理 的一個能力 然後這個是真的 真的有這個基地 據說那個 什麼特工隊啊 那個自殺的 南風特工隊 神風 我們有特工隊啊 神風 神風 我覺得 喜漢老師有南風特工隊 神風特工隊 就是從那裡出發的 據說傳聞 不知道 那好 那他們就說 哇那個 他們就講 你看 豆花當然指的是美國 好 拍他們 可以進來炸他們 其實也不是炸他們 是炸水 炸日軍 是這樣的 那你看 有的年輕人 被嚇傻了 真的 你以為你很勇敢嗎? 包括我 一旦有一天晚上你睡覺的時候 砰一聲 你以為是不良少年 丟土炸彈 其實是某個國家 已經突破我們的天空的國防 是很 identifying 如果我們會對剩下的 神災い 你不肯定 會做一個 大天管 神災い 快樂 神災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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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該怎麼辦,他們坐在客廳傻傻的,不知道該怎麼辦,真的事到零頭就會有這種東西。 有一個年輕人竟然唱出的這一首歌,這個是日本軍歌。 草詹記,這個題目怎麼來? 各位剛剛如果有仔細聽到我開頭的時候講,任何的天名也好,書名也好,你要取一個名字的時候,一定要讓人家記憶深刻,會吸引人家的目光。 我們都知道,這個簪是香樂珠寶的護窯花叉嗎? 那可是這個簪竟然是用草做的,那這個是不是就會引起人家吸血? 那這個草簪是幹嘛用呢?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是,用草做成的簪,或者用草做成的戒指,用草做成的花環。 各位想想看,多浪漫的一件事。一定是那個年輕人,沒有錢買,有那個金的銀的定情之物。 對不對?那在花前月下,坐在草地上,我拔了那個高威草,給你做定情。 那可是草的話,它隨著時間是不是會哭掉,不只哭掉,它還會爛掉。 它就暗示了,這個故事是一個喜劇還是一個悲劇? 悲劇。 對,悲劇。 好,那所以說你看,三個字告訴你那麼多。 這個就是題目很重要。包括寫詩也好,寫賞文也好,賞文詩也好,二行詩,一行詩,三行詩,都一樣。 好,這個結局了,他說,舅媽我要回去找溫達路了。 寧川是跟芙蓉兩相亦愛的年輕人。 那這個寧川呢,他是做那個我們剛剛講,做那個大草的。 他爸爸是賣草帽、草食啊。 榻榻尼的那個店子,你們各位懂嗎? 看過榻榻尼嗎? 那在那個時代呢,那個生意很好做。 包括我家,定時要換那個榻榻尼嘛。 因為他那個會舊啊、會辣啊、什麼的。 因此會換。 所以他爸爸是一個生意人。 他爸爸帶著明川來到草屯,要取這個芙蓉。 那這個芙蓉,人家也是一個傅家女啊,在台中中讀書。 兩個異上了,三天兩天就熟了。 就有一點點這樣的意識。 那可是呢,這個明川,他是跟著大姑姑,就是那個竹獸。 可是玉貴啊,竹獸,住在鹿崗。 那因為他媽媽沒有養她,是他大姑姑養大的,所以他一戰爭,他就很急著要回去找他阿霧。 他叫他姑姑,叫阿霧。 要去找他。 他這個算是做兒子吧,的一個孝心。 那他就轉身就走。 這個明川轉身就走。 芙蓉就喊他,你會回來嗎? 故事結束了,到這裡。 就明川已經回去,趕快要去看他媽媽,安全不安全。 那芙蓉在家,那兩個是都分開了。 那分開之後,又實質戰爭時期。 會有結果嗎?不知道。 所以回過頭來,他那個阿嬤在翻那些香籠打開來的時候,看到了一個草針。 那個草針一拿起來,化作了雞粉。 那這個就前後敷衍了。 那各位認為這樣的故事精彩嗎? 至少這樣,結合了時局。 那男女主角有配角。 然後結合這個我們當地的長角。 我為什麼寫《十三明的樂綴》呢? 為什麼要寫這句《時代一之道》,二戰結束? 因為葉老說,在序里面,還有親口跟我講。 說,你的小說都沒有時間趕。 都不知道民國幾年發生的啦。 都美美的啦。 都這樣。 那這次我就自我警惕。 所以,後來我就趕快寫《十三明的樂綴》。 然後我想說,好,我已經寄出了。 等公布的時候,不管怎麼樣。 只要入圍,他就會幫我們印書。 那書印出來的時候,我就要拿去給葉老看。 當作我教成雞蛋。 你看喔,時間也有。 地點也有。 故事性也有。 沒想到葉老死掉了。 結果,任他告別事實上,真的是很受不了。 因為我們也不是什麼大咖小咖的。 我們做到最後面。 哭了,靠到一隻窗戶。 有這樣。 一把鼻涕一般。 我隔壁那一個覺得,這個人怎麼了? 好莫名其妙。 坐那麼遠,連看都看不清楚。 那個理想那麼哭的。 其實我感受非常得盛。 在整個過程當中,其實在整個我寫著的立場。 我寫著的生命當中。 在座有一位其實也是蠻重要。 就是習漢老師。 因為以前遇到一點事情之後,我就封鎖自己了。 不想出來。 而且也不想像王月衰這樣。 那麼老了,還出來嚇人。 有一個年輕人這樣說他吧。 我想也是,不要再吹下來。 可是他就鼓勵我說, 你應該把你的東西給人家了。 我想想也對。 好,那這是一個故事。 各位看到這兩張照片了。 請告訴我你們的感覺。 如果各位手上有小紙條的話, 你寫下來。 然後寫上姓名跟聯絡電話。 然後收記來。 如果你們講中了的話, 那我就送我給你。 等一下,我們請小天使幫忙。 仔細看喔。 等一下如果各位要看, 我再讓他回來。 這兩張。 這個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千線嘛。 我們路邊路樹, 它有一個架子, 支撐這棵樹。 它會用千線捆綁那個架子。 就這樣兩個東西。 可是當你在散步的時候, 在一個太陽快要落下來的時候, 那個光線很好的時候, 你看到這兩個打結的牽線的時候, 你會做怎樣的一個聯想。 清洗下來。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這一篇, 巧克力草莓牧師。 這是我第二次走紅毯。 第一次的紅毯是, 有一年金馬甲來到我們摩爾中心, 年紀大的原因小。 那一年因為我被邀請, 所以我也是走紅毯進去。 那沒有人認識我,對不對? 人家那個前面那個五項教育奧師。 那沒有人理我,對不對? 那我自己揮手, 我揮手, 假裝自己紅到不行, 根本沒人吵我。 那個樂師在拍你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那個坑, 打到你身上。 可是你要打在前面, 你根本沒有打我。 你在揮手揮到死, 都沒有人看到你。 好,那這個是第二次走紅毯。 這是去領獎。 他也不是領手獎。 他不管什麼獎, 得獎就很好。 至少有人講, 入圍就是得獎。 更何況你還得獎, 得這個優勳獎, 就是這一篇。 這一篇。 那這個是領獎的四號。 後面這個獎作很漂亮, 一個衣衫的象形。 那前面這個更漂亮。 好,前面那個更漂亮。 獎金啊。 好,我們來講這一篇故事。 這個是, 這篇小說的前面那一段。 第一段。 第一段。 這裡的文字很簡單, 我相信各位都能夠看得懂。 看得懂。 可是他說載具的意義是什麼? 我用這一些文字, 各位以葉老憑我的小說, 這樣的一個角度。 他對我小說的認識, 這樣的一個角度。 來看這第一段。 巧克力產民牧師的第一段的時候。 那他有沒有告訴你一些故事? 我們來念一下好了。 他到現在, 還不是很明白吧? 關於當初自己為什麼要上北城, 之後為什麼又回到中部, 一直到今天, 再度沒人, 再度沒入北城人流, 像一根被貼滿, 各式各樣五彩繽紛, 跟小小單張廣, 還有貼紙的柱子般, 助力在街角陰暗的一域。 這裡提供了幾個線索, 要告訴你這篇故事。 這個是開頭的第一段。 有時候, 你要寫一個故事, 把它寫成小說。 你已經具備了我剛剛講的背景資料, 你自己的感覺, 主觀的感覺, 跟客觀的分析, 都具備了。 可是一到零頭, 到劍函的時候, 第一段寫了, 就這樣三秒, 再來一次, 又三秒, 怎麼寫都沒有辦法下寫。 可是, 在我們寫作實錄上, 我就要告訴你, 你就要假借其他的這些東西, 來, 把你的主題, 把你的主走, 故事的主走, 給呈現出來。 我們來看這一段, 他現在還不明白, 第一個線索, 為什麼要北上? 可見他是中南部的人, 就是我們不久之前講北漂。 我說我是預言家, 不知道是二零幾年, 還沒有人講北漂的時候, 這種現象就被我捕捉在我的名字裡面, 這個是一個現象。 那時候北漂的人, 有那麼心不甘情不願嗎? 有一天到晚吼著要回來嗎? 爸爸媽媽包括自己都, 現在, 好啦, 開學了啦, 學測了啦, 小朋友, 考上中生大學跟, 楊銀山的那個什麼學校, 文化大學, 你猜小朋友會去哪裡? 文化大學。 對啊, 一定要去文化大學啦, 好玩啊, 對不對? 我們離家過啊, 我不根本去中山看海啦, 好無聊啦, 對不對? 離家那麼近, 我又不能夠住外面, 我又不能夠跟我同學去夜唱, 夜遊,夜沖, 什麼夜都不能玩, 我去台北, 怎麼聰明的人管我呢? 對不對? 那時候你們給漂有那麼悲情嗎? 一天還說, 我要回回回家玩家玩家, 他們就有那麼大, 他們就還沒等你, 不是, 可是呢, 你久了會有這樣的一個, 一個心理狀態出來, 就像夜老講的, 我寫我會的篇章在心理層面的描述, 你久了會有這樣的一個心態出來, 那你進到北城的時候, 其實, 我讀太要寫台北, 這個也是夜老師念我的地方, 他說你的地點要寫得不清不楚, 不明不完, 又像國內又像國外, 因為我要讓讀者有一個更寬妄的空間, 我一寫台北, 圍不住台北, 萬一我寫得不對的話, 慶連街跟東話北路, 八竿子打不著, 我馬上連到一塊, 人文給笑死, 所以我就不會寫得很清楚, 當然這的確是一個確定, 被貼滿了各式各樣五彩繽紛的廣告傳單, 一, 你在台北有沒有看過這樣的柱子, 還是這樣的牆面? 不是到處都是, 可是我就曾經看過, 那在一個陰暗的裡面牆, 好像很久沒有使用的一個建築物的牆壁上, 被貼了花花綠綠的, 有的絲了又貼, 貼了又絲, 整個牆下一幕畫一樣, 那像以我這樣的一個鄉下人, 到了一個大部會, 我們的首扇之驅開北山, 去看到這樣的一個景象, 以前不知道說手機拿起來拍了, 不像現在, 那個影像一下子就進到籠子裡面, 我就覺得你看, 每一張都是一個命運, 都是一個故事, 租房子的, 賣房子的, 招人的, 幹嘛幹嘛, 吃喝喝喝, 睡的都全部在那裡面, 就是這樣, 那這樣你人進到台北的話, 就會變得五彩雲雲雲, 就會變得五彩雲雲, 就你會經歷各種能, 各種事, 各種愛, 各種恨, 都會有這樣, 那個, 我們在座有一位, 也是寫作的, 我在發了他的那個網字, 他在北部的時候寫的那個, 環球之訊, 有時候寫得很精彩, 有時候寫得很棒, 有時候寫得很棒, 那就是你會避到各種能, 各種事, 那在這些人世之中, 隨波逐流的時候, 你的心情就會幾幾多多, 那這個就是我要描寫的故事, 那這個故事講, 一個從中南部, 上去北部的, 他們找到了一個工作, 是一個科學儀器, 自己檢驗的公司, 那為什麼我有這個故事, 因為那時候我有一個學生, 他是研究奈米的, 那他每次看到我, 在上一起做課的時候, 我都來不及跟他講, 我要教他的, 結果都是他在教我, 老師那個奈米呢, 是幾分之幾的, 幾分之幾的, 幾分之幾的, 那他是幹什麼樣的, 那他又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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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都是他的告訴我, 那結果, 我聽到他講的故事, 然後他那時候在找工作, 快要畢業了, 要找工作, 好不好找, 就是這樣, 那他的故事, 我就把它融合, 他告訴我的那些事情, 我就把它融合到這裡, 那這次, 那個年輕人, 這有一次去修理, 廠商叫去修理的時候, 那個機器故障, 結果那個公司老闆, 硬把這個故障, 這一回的維修費啊, 什麼什麼責任啊, 算到這個年輕人的身上, 扣他們的薪水, 那因為他們北上是為什麼, 就是為了掙錢啊, 那你過日子都不容易, 那你租個房子那麼貴, 吃喝又那麼貴, 對不對, 都存不了錢, 那你還扣我的薪水, 那他們當然就是, 我那麼願意嘛, 那這個就是, 他們到另外一個老闆家, 就舊的老闆, 好不容易拿到薪水, 因為那個老闆, 舊的老闆, 寄欠他們薪水, 寄欠了好久, 好不容易拿到, 他們另外找了一個工作, 那到了新老闆家的時候, 那個老闆, 那個動機, 就不是他們所能夠了解的, 我們也不是說, 新老闆的, 新術不正還是動機不存了, 問題是, 我請你這兩個年輕人, 高興聘請, 然後到工廠來, 什麼事情都不用做, 你只要天天上班, 天天下班, 然後我覺得也不是高興啦, 就是至少比原來的, 這個老闆給的薪水還要好, 那他都不告訴你要做什麼工作, 那這種工作你敢去做嗎? 敢的人舉手, 我推進你去做嗎? 不是啦, 我意思說不是啦, 真的就是, 那很年輕人就是為了表現, 我表現得越多越好的話, 我心勢就越高, 因為老闆會看中我, 可是你這樣什麼都不做, 啊, 有給我錢, 我領這個錢也是很多嘛, 對不對? 好, 那他這裡有一個線索出來了, 他在大樓與大樓之間, 漂浮著一棵, 不知哪個小孩也是的紅色氣酒, 這個話是什麼意思呢? 第一個線索, 大樓與大樓之間, 表示是那種水陰森林, 大樓林立的地方的那個小溪縫, 忽然看到一個紅色的氣球快要, 快要沒氣了, 那紅色的氣球, 小孩子在玩的紅色的氣球, 是不是通常都代表著童年, 可以暗語成童年, 對不對? 可是那個氣球快要沒氣, 慢慢的往下墜, 那這個又是什麼? 而且會墜在哪裡? 墜落在, 穿越不洗的車正當中, 就是迷失在茫茫人海, 這樣的一個影視, 當然現在是片段呈現給各位, 如果各位整部小說讀下來, 那你當然會體會到, 為什麼他會問他說, 你吃過巧克力草莓牧師嗎? 各位有沒有吃過? 有沒有這個東西? 有人點頭, 有齁, 肚子餓了, 我那時候在寫的時候, 只是要為什麼用這個, 巧克力草莓牧師, 因為這三個東西, 這個是很甜美, 年輕人喜愛的, 也不一定年輕人, 包括我那個越來越胖的女兒, 也是超喜愛的巧克力的, 還有草莓, 人家不是說草莓族嗎? 那我現在這寫兩個人, 他們的遭遇, 他們不是草莓族, 可是大家會把他們定義為草莓族, 所以這是一個暗示, 那牧師是什麼東西? 是軟軟的東西, 就是奶狀, 就是那種奶撈狀的東西, 剛開始的時候, 他北上的時候, 他甚至找這個地方吃飯, 看到這個包會不會很貴, 他不知道哪裡有販子, 他哪裡有比較便宜的肉包, 他找不到, 他吃飯很多, 對不對? 所以他就到西文去買了一個, 可能就是太高了, 是這樣, 那到後來的時候, 男主角又轉過來問這一個, 這個是生理人, 鐵連問他說, 你有沒有試過這個東西? 其實就是說, 你有沒有遭遇過這樣的狀態? 就茫然不知所以, 在茫茫人海當中, 在穿略不洗的策政, 在浮動的人士當中, 你有沒有這種不安定感, 不確定感, 還是轉他他的使不上力, 對於生活, 這兩個字, 使不上力的經驗呢? 他就問他這樣, 來囉, 這個就是了, 我靠近一點好了, 這個很好,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進入這個, 十三年的月最美這一個, 選手獎, 拿大獎, 我還不如不要寫, 我當一個讀者, 我當一個網民, 去參加大獎, 結果人家那個大獎, 拿著飛, 不知道是加拿大, 還是飛哪裡的機票手獎, 拿著那個機票, 出去旅遊, 我什麼都沒拿到, 其實我這個是, 怎麼講, 有一些名作家評語, 我在頒獎會場, 遇到李陽小姐的時候, 他做第一盤, 我們做第二盤, 我們做第二盤, 因為之前, 他曾評過的文, 給我很高的分數, 可是那一次評審, 有一個是, 跟曾貴海很好的那一個, 是誰, 我們告訴你, 那個是誰。 評審裡面三個, 兩個男的, 一個李昂, 你的這裡面其中一個, 就是彭日金, 還有一個誰, 我想問問一個, 一个人就只有梁昂小姐给我很高的分子,她说这一篇一定要收缴,不是这个,是另外的一个文学奖,另外那两个男生,不以为人吗? 那听审、比赛、奖项,这个其实都是交流出来的,我们今天这几个人,好,大家一样大咖,那我讲的有道理,你们就必得听我的,我认为她是第二名,就是第二名,你们认为第一名,不认为,如果再有人认为说,好啦,那她就第二名嘛,我说那要不然第三名我放弃,让她,你们又选她第一名, 就这样讨论出来的嘛,那所以,就没办法搞,所以之前,我知道她给我很高的评分的时候,颁奖那一天,好不容易见人,平常我们去哪里见你啊,对不对,我就过去,因为她说你好,哦,你好,好,我在忙,我在忙,你等一下啊,她在看稿子,那人家真的在忙,那反正我打过照面了,好, 因为我也不太会交集运筹,而且我也不愿意去交集运筹,我就抓第二名,然后她一直闪抖,一直闪抖,我想说,你怎么没有坚持说这种台湾文学,给她第一名,你叛变你这个叛乱分子, 因为从台湾文学里面帮,没有听我讲话,没有监视这一块台湾文学的故事,这样,其实这样贵人家也太情绪性了,这个也是第一段,同样的,第一段离法都会怎么样, 几乎把所有的线索都在里面,没有全部,至少也有前半端的线索,都在这里面,第一,我们先看这个题目,大家很熟了嘛,刚刚我提到,十三是一个女主角的名字,名是晚上的意思嘛,那讲的是跟月亮相关的,最美, 我讲的最美,我讲的最美,不是人很美,故事很美,因为人不一定很美,不一定是美人才有办法当初讲,第二点,故事不一定是美的事情才叫做故事,我们都讲,在美学里面呢,丑陋也包挂在美的范畴, 所以故事并不一定,所以故事并不一定都是美美的甜甜的,像产梅牧师并不一定,可是呢,他要讲的是人性的最美, 那有这几个元素,十三,晚上,月亮,最美,这个时候恰好用月光撒进床,开头第一句,就从月光写起, 好,好,然后接下来这个都不用,银白色,也是在呼应我们的月光,那伍子就在这里,这一段开始,就变成诗性的描写,写信诗的方法,那个诗性的描写,来,仿佛没有重量的肉身,缓缓升起, 升起,他们看见,在夜里亮着淡暗灯光的云朵一朵朵,一片片从身边经过。 夜风向对着他们呼唤,呼唤他们往更高更远的地方看去, 那里有一片定南的海洋,海中,缓缓伸出一轮明月。 我在写小说,可是这段我们即便不说它是诗, 可是我们可不可以说它是闪文? 各位应该同意,我相信。 所以说,写长篇小说的一个好处,就是我把我所绘的全部发挥在我的文章里面。 石森林的月最美,里面。 当然啦,这个故事啦,人物啦,这个都先撇开不讲。 里面有小说,有诗,有歌,有散文,都包括在这里面。 真的,等一下我们会陆续看到。 好,这个我是讲,我们是不是在大纲的时候有提到要讲, 石森林的月最美里面的色香味。 为什么我今天这场演讲对我来讲,我不知道给各位的感觉是什么, 可是到目前为止对我来讲,我是认为很重要的一个演讲。 因为,这一个没有人讲过,不是色,我是说色香味这三个面相。 小说里面的色香味这三个面相,很少人都提过。 我用这三个面相,将一个平面的故事地铁化起来。 我让你们闻到味道,我让你看到景色。 那种种,等一下我们陆续一直往下讲。 就像刚刚叶老所讲的,我是以视觉来写作。 那这个开头就是讲说,月亮已经呼应到主题了。 那母子两个,沉浸在这样的一个,光线跟暗的地方, 是不是就像夜老,这个时候没有看到这篇文章。 可是他之前讲,我们刚刚有读到他给我的序里面有讲到, 我在描写光跟暗之间,暧昧朦胧之门。 各位还没印象,在夜老给我的序里面。 好,那这个就是这样,你看哦。 夜里亮着暗暗的光。 暗暗的,为什么会有光? 那个就是稍微朦胧,很暧昧,说不清楚的那个光线的状态。 这个还是在讲色,有哪一些色呢? 你看,在叙述的时候,这个是这样,这个文君。 其实呢,文君是一个男孩子的名字。 可是他后来为什么以林月仙, 我说我梦到哪个名字? 林月仙呢,本来那个仙是仙人的仙。 那林月仙是不是完完全全,比较接近女性化的名字? 对不对? 可是我想说,如果在小说设定上, 我是要让文君,其实就是林月仙的小孩。 这个文君要沿洗他妈妈的名字,如果是有那个仙人的仙的话,太女性化了。 所以我就把它改成同音字,先后的仙,同样叫做林月仙。 那为什么他要沉洗他妈妈的? 在日本时代的时候,战争时代,佩吉的。 你就几口人,就几两肉,几尺骨。 多少面粉,多少油盐酱醋,就佩吉的。 他妈妈为了生文君死掉。 那以前的小孩子并不一定就养得活。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他们有里长。 来吧。 一大一天 一天一天 一天一天 那你這小孩子幫他養的活人家就先不要幫我戶口 那可是這小孩子要吃喝,你們家也沒有多餘的糧食來養他 那就用他媽媽承洗他媽媽的這個戶口 那他媽媽試著叫靈略的行,所以他後來就叫做靈略的行 在故事裡有交代嗎? 他長大,長大之後呢 他也不是大,就有能力大概是七到十歲左右 跟著人家去撤趕腳,打員工,撤趕腳 他那個時候他看到,那時候工作完了 大家到西里頭去洗澡 他不是把頭巾嗎? 頭巾拔掉之後,他的頭髮,把那一天頭髮 法師壓得有如被御群,來回蒼黃奔逃的人才或是財地 你現在看他的事形容是什麼? 可是像不像一個賞文的描寫? 都會有,各位陸續可以看到 那我就不再講 那在十三名的月最美裡面的色裡面呢 現在聽人家這樣開湯的文章 因為他不是七到十,應該是十到十三 十三、十三、十三、十五這左右 開始有男性特徵出來的時候 那大人到今天一起在西里頭去找了一群男人 那人家就會被他開玩笑 開他小弟弟的玩笑 那你看他在開玩笑的時候 那一群男人的圓更紅的 圓圓芳芳之氣為頭這裡 像描紅的紅花女獸桃 各一字當色桃 讓他們等到紅色的 還有就是 他為什麼這一個徵權鼠 跟他一樣那麼熟 為什麼他的那個型類比他大很多 因為他沒有意識到 整個性徵的變化的時候 會隨著年紀大而大 對不對 所以因為他那時候還小孩子 尤其是小學小孩子 沒被開花過這一方面的知識 好 那好 這個已經要快中間了 極目遠跳 這個跳錯字 這個跳錯字 早上要改 一直往來改 這個窗光變成化光 他就變成一個畫 你看喔 從遠遠的山 地重重的山 染了一層又一層 深深淺淺的脆壁 那這個脆壁是怎麼來的呢 你看 種植的這個赤族貴族 毛草樹樹 像是樹、張樹 那另外一半 看到荒擠的人 也不雜生了蟲蟲的海樹 你看一個井裡面 龍鋪互現 那這個也代表說 整個故事裡面 有死去的人 有先出場的人 一直來來往往 那這個也是關於顏色 顏色的描寫 那這一條河呢 其實因為我小時候是住在那個 佐水溪旁邊 算是佐水溪 快到源頭的山上 真的是山上的小孩 那對於佐水溪的一個狹想 就這樣 你晚上看它 現在看不到 以前我們小時候 那個光還沒有那麼多 那那個天江暗的時候 還是那個西北語要來的時候 天是暗 可是地面還是亮 那條河 有時候會像那個蛇的林片這樣 那這個就是 那這個就是 在描寫 一條好像黑馬蛇一樣 黑色的 河水桑桑向東流動 這個就在講 通篇裡面 這十問字裡面 你去找它的顏色 你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顏色 現在大概用了多少時間 十五點 唉唷 十六分鐘 好啊 大高鐵了 再來 描寫和服 這個也是色的 你看 我用紅色標出的人 就是色色色色色色 這個色那個色 這個是描寫那個和服 那一個十三 他為了要救林月仙 就是文軍的時候 他故意穿出一件很華麗的和服 去用色迷惑那個日本軍官 大致的將軍 不是軍官 還不到將軍 所以 他就穿了一件很華麗的 這人你要寫那個和服 那所以那個記者問我說 你怎麼有辦法把一件和服 你要寫的那麼仔細 你都不知道 我去日本是在看什麼 看人家不愛看 有一次我在那個梅屋敷那個地方 那看到一家老店 那我說他老店 其實他將近兩百年 裡面的店 我看不懂賣什麼 可是他有一個架子 掛了一件和服 超級能力 還有我們老師帶我去那個 那個在那家飯店很有名 現在還不及講了 咖啡座的時候 我第一次看到那個一個 五十歲六十歲的歐巴桑 那麼漂亮 沒看過那麼漂亮 第一次看到他穿著和服 走路 微笑 怎麼樣 點頭敬禮 上祭團生 我沒有看到他整個那麼漂亮 那一件和服 也那麼漂亮 襯托的那邊 也那麼漂亮 第二次就是 我跟我老婆去京都的時候 當我老婆換上和服的時候 我發現 我老婆怎麼那麼漂亮 每成都可以兩次 真的 我都覺得驚豔 那就是因為這樣 把日常的東西 旅行中所見 也沒用來當我小說的提成 這個就要和服 這個在京都二條城 我去的時候 那時候 二條城剛好在做一個鯨魚展 真的鯨魚 然後他跟講的那個動畫的鯨魚 影像視覺結合起來 在二條城 二條城就是大政奉還 那一天 喜漢老師還跟我做了一面線 那一天我回到飯店的時候 在大廳跟他做了一面線 這個就是當時展出跟京都相關的和服 那關於鄉呢 是這樣的 這一個鄉先不要講 底下這個是要施作 那這個是剛開始的時候 他媽媽雪崩啊 南產啊 那快要死了 那這一個景父母 是他的一個不是親戚 可是向下人教的比較親 都叫什麼 嗯啊嗯啊 這樣 那這一個來照顧他媽媽的時候 幫他媽媽熬藥的時候 口中一直念這一個 那叫什麼 那叫什麼 藥事咒 那 我老婆已經背起來了 我背到現在才這樣的字 到現在還沒有背一下 那這個呢 有沒有看到哪裡有味道 關於香氣什麼的 沒有 就是藥油 那藥油的味道 就是藥油 好 那這個是 這整個好曖昧 其實那時候十三跟那個林月仙 已經掉好了 那因為林月仙 她 在茶室裡頭工作 林月仙也在茶室裡頭 男伴女莊跟她一起工作 因為她沒有戶口 那是本人又一直在茶室裡頭 因為她要領糧食 所以她就是 因為她長得很清秀 就男伴女莊 所以她們就進水頭彈這樣 你看 一朵 小淺盤 清水裡供著的就是藥蘭花 第一小淺盤 就是她們的愛情剛開始爬生 不是那種很大的 已經很深的那種花瓶 是一個小小的碟子而已 那兩人的情術就像玉蘭花一樣 那好 那這裡 這個是甘蔗 好來 這個是重點 就是說 那個日本軍官大哲先生 她使命地要追查出 林月仙到底是真的假的 她的身份的時候 三天兩頭 就去查那個茶室 就去抽查 就像現在的林檢 三天兩頭出林檢 那那個茶室的媽媽呢 金葉寧 這個是茶室的媽媽 就天天都款待 這一桌的菜呢 這一桌的菜全部都是台灣料理 好 那我用台灣料理的滋味 來形容裡面的人物的個性跟特色 譬如說 你看喔 月仙 我們剛剛講的男主角 它是什麼東西呢 苦瓜威 這個字怎麼講 威 苦瓜威福長 就是雞長之 那這個你看 什麼都不講 就有一個苦字在 表示她是一個悲劇人物 那這個都不講 我們這個景福 不是剛剛她老婆幫她 主要的那一位的先生嗎 你看 就是那種綿綿的 很講人情的 可是潤潤的 個性不會很強烈的 這個鳥曲界也是一個台灣通義 就是翻譯人員 台灣人擔任翻譯 跟日本民間之間的 相遇 這個衣品啊 桂克這些都是誰 茶室裡面的小姐 你看這個很好吃的 這個等待大�如果你下筷子 那這代表什麼? 任人餘肉 難怪那個神,大家會誤認你是情色小雙家 因為這一對是那個大哲大人看到那個藍扮女裝的月仙 那麼的還殺了裝,粉嫩粉嫩的 那要撤草他的身分是蠻市民 而那個月仙當然掙扎,掙扎的時候拉來扯去的 兩個人又是抱又是滾的,忽然就 你看看,一個大哲大人又沒有女朋友又沒有老婆 然後女朋友就衝動,衝動又來這麼一下 就這樣 你們認為只有這樣嗎? 我要講的是很沉重的禁止曲 當你沒有自己的國家 殖民這兩個字,不管哪個民族 殖哪一個民族 他不只欺負你的婦女同胞 他還欺負你的男性同胞 各位相不相信 所以說我是借這樣的一個情節來帶出我的這一點觀念 好,這個也都是味道的 那這個我們現在要回過頭來想想 所謂的當代就是我們當今的世代 應該以怎樣的心態來檢視歷史 有人說我們台灣貴島 沒有台灣不好 可是你現在為什麼要說 我驕傲,我是台灣人,我驕傲 那時候你不知道還在罵你是貴島 為什麼? 當然時空條件下 這當時被你罵的時候 台灣政府沒有辦法表現 可是當這個實際 讓他表現到你滿意的時候 你就知道國家的好 你今天到另外一個國家去當日本國民 我問你 大難來的時候 他會先照顧本國人 還是照顧你們這個移民 那這樣產生出來的歷史 我們自詩為小說家 我們自詩為預言家的小說家 是怎樣的一個使命 這個我們可以思考一下 在後現代的氛圍中 獨特文化的凸顯 有沒有足夠的力量寫下 沒有料霧的這個新的歷史 我們是不是在寫歷史 我們大家現在正在共同經歷 新冠狀的這個病毒 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在這個歷史的 一分一秒當中 對 好 面對最一定能滅領的這種趨勢理論 詮釋和詮釋 小說文字的最大可能是什麼 我不強調小說 對於社會的社會功能 我不強調小說的這個 在這個社會的僻人性 可是我要希望任何一個想要寫小說的人 忠心自己心心頭癢好聽 你要怎麼去寫小說 你要怎樣把你身處的這個時空 腦子裡面的時空 就是你閱讀到的那個時空 如此地寫出來 然後幫助到人 這個包括你寫軟軟的小說 人家喜歡看 這個都包括在佛家所講的語布施 用言語來布施 這個語布施可以走 然後在這裡我與各位共鳴 那當然 這個是我的一些訊息 那我有開這個信上的寫作班 這個是我的Mail 這是我的電話 那 不輸了 空吧空空 你家家 好 那今天就到這裡 謝謝各位的聆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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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璦老師 很辛苦 兩個鐘頭戴頭到講話 我上禮拜剛剛經歷過 快斷氣了 非常辛苦 謝謝他 那麼 今天最後 以前的話 通常都會說 要問問題 那用這些時間 剩下八分鐘 有沒有要問的 問的話就是我們希望把握時間 五分鐘好不好 就是不要問的話在原地 但是麻煩口罩還是戴著講話 因為畢竟剛剛我在坐在那地方 我的LINE 跳出來的訊息 今天新增六例 他說全部都從境外移入 然後可能都是有理由使的 不知道有六位了 那我想這個我們真的還是要 像剛才老師講的 我們都站在歷史的同時都站在這個點上面 所以大家共同一起努力 我們希望說都沒事 都平安 那麼每一場大家都還能夠 這麼樣的很自由的很健康的聚在一起 我們繼續在我們的文學上努力 那麼現在五分鐘 我不靠過去 就是等一下那個他們的兩位小姐 會遞麥克風給你 那你放心 他們的麥克風都是經過消毒再交給你的 好 有沒有問題 或者是要跟李老師做一些溝通的有沒有 剛剛各位有沒有寫小紙條 對 有沒有寫小紙條可以遞上來 還有沒有 麻煩收一下 這個空檔 我們先幾句話介紹一下李老師的這個作品 這是一本詩集 剛剛他一開始的時候稍微介紹一下 這是所謂台灣清台兩行 那我個人當時他寄給我 我把它看完之後 我會寫了一篇介紹 然後會放在有國文學雜誌的下一期 也就是3月2號出版的這一期當中 那他這本書 他這樣的詩集很特別 重點是他也兩行詩 然後每一首詩對應一張圖 那這個部分 他的這本書因為都是旅行所見 所以你會看到 你怎麼都好像沒說完的感覺 但是其實就像他寫的小說一樣 他都有後面的一些涵義 你必須要你自己去解讀他 所以這個假設等一下你有興趣 也會想歡迎把這本書帶回去 那麼他今天在現場 就是以300塊錢跟大家結緣 好 那我們現在交給 有了嗎 有 有兩位有問題 那麼請李老師來回答 我們把握請接我 好 我用這塊的輸入 謝謝你能夠用 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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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位帥哥吧 講說那兩張照片 一個是單純 一個是複雜 那另外有一位也是帥哥吧 未完待續 左邊的那一張是未完待續 右邊是結束句點 其實兩個沒有直接說中 因為句子也太短 我們不能說他這樣就沒有 touch 到這個我的本意 其實我的本意就是說 那是小說的結構 兩個都是小說的結構 你看那個很多條線索 繳在一起 才會發生這麼多的故事出來 就像我們剛剛敘述的 生人樂最美 對不對 那人物之多 每一個人你都要讓他活過來 就像每一條線索 那個活過來 你不可以假設為了要寫小說 所以就要設定很多人 每一個出現的人 都要是有用的 是有功能的 就像葫蘆拜講的 你在牆上 你描寫了牆上有一支來虎槍的 在小說結束之前 那支槍要發揮他的作用 要不然你描寫那支槍幹嘛 人也一樣 所以說 剛剛那兩張都是結構 小說的結構 有一個實物 現成物給我看著 這是我的領域 那或許各位的解讀 就像這個一樣 那這兩位的話 我會跟他聯絡過 有弟子 那我會記輸給他 記輪其他的作品 這位也沒有弟子 可以的話 留一下弟子好嗎 這位 這裡嗎 好 好 麻煩